8月6日游晨09楼君说 裘风泽晃为进小来租成的五件情乐团在小台北小巨蛋演唱会 巨军也以神秘嘉宾惊喜现身 画面中巨军也摆着黑色抹镜 依旧标志性的光头形象 身长菌绿色唱秀上衣登场 时尚感到棚 巨军也出现舞台后 立刻引来现场粉丝的狂欢尖叫 将气氛退到顶点 巨军也第一次站上台北小巨蛋舞台 也是婚后来台第一次 挑裤隆的舞 六人更同台科场韩文园区 脱离城市 在现场巨军也与舞坚勤合作 带来妙妙妙 让在台下欣赏演唱会的原唱 血淮玉听得如痴如醉 开心地随着音乐要摆 无论是机梯动作还是演唱技巧 都要明显高一筹 进个热舞过后 一点汗都没有溜 游人有余的样子 看起来体力非常好 在演唱剑戏 巨也还用中文把招呼时 幽默表示你们好 我是光头 让大家豐富大小 难怪能得到大叠色的唤星 看起来巨军也非常幽默 四下里应该很好相处 很欢乐的一个人 五间情中成员小戴提及 有两个成员想结婚 询问郭明杰夫意见 巨军也透过干预说 我觉得在我心最炙热的时候 要在心最炙热 最爱她的时候结婚 但是就算现在不结 也能像欧巴一样 遇到命运中敌人 突然公开向大叶索 到白放扇 山下现场一票歌迷 不得不说 巨军也的生活 挺丰富的 在骑袭前一天 巨军也现身某凡事餐厅 他一如往常的时尚友情 与柴志平旗下的歌手里 微风合影 普通的卡奇连身工装 偷戴老帽及招牌的黑康眼镜 对着镜头摆出俏皮表情 相当逗趣 巨军也在近期相当活跃 经常首要到夜店当DJ 先前更惊喜现身进去将舞台 与小姨子小S高校互动 成为一大亮点 近期还将参与音乐会 预计带来40分钟的DJ 休成为最吸睛的DJ之一 很多网友对于他们相爱的原因 一直很好奇 于是小S在节目中 便透露了原因 他讲到大S之前 跟他谈录行声的时候 就承认自己已经在叫男朋友了 而且这个人还是认识的 没想到小S一才一个准 一下子就才出是巨军业来 由此可见 小S也应该是非常了解 姐姐大S的 不然就不会一下子猜的那么准了 而且从小S的口吻中的出 如今大S跟巨军业是因为 弥补遗憾 才又走到一起的 所以他们才在20多年没见面的情况下酒 感临正结婚 是觉得很了解对方了 不失方了 不需要中间的过程 在一次节目中 大S和巨军业感情很好 巨军业还会亲自挤打 S下出座 一桌子上的美食都是大S最爱的菜色 大S吃桌美食还不忘夸战一半居建也 对此屏幕前的朋友里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去发标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